我接任县长之后 我给我们局处长 第一个最重要的指示就是 我们做的每一样公共工程的品质 绝对都不可以留给下一任的麻烦 新的处理厂这边我一定要说明 就是因为台东县镇严格对公共工程品质把关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厂商必须按照契约来走 所以按照契约去年4月就应该完工验收 一直到去年底几次我们给予限期 给予改善所有的可能的 尽可能的措施我们都做到 甚至厂商无法达到我们简像验收的可能性 显然新的处理厂无法及时完成来处理我们的处理 我就指示环保局 赶快把旧的处理厂设备更新 争取破碎脱水机 让我们这个旧的处理厂能够运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目前看到 身后的两台去年就已经安装完成 现在在运作 另外我们现在再继续争取的这480万 那就是要赶快把我们这个处理厂的周围 能够做更好的一个隔绝 希望它的异味不要飘散 那其实去年底我们所购置的两台破碎脱水机 是最重要的 因为处理70%以上都是水 这个水脱水之后来做一个进化的处理 臭味基本上就会降低 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台东县政府 给各位的一个非常慎重的承诺